我们装修装了两年多 我们家没很多东西是吊上来的 现在吊车是吊上来 敲楼梯敲了三个礼拜 总共二十六周 采光就是当初喜欢这个房子最大的原因 做窗的时候反正就跟窗那边说 能做多大做多大 做到你最大问题 反正因为那时候我们看房子的时候 去看了很多 就来到这个小区的时候 然后一打开门 然后就看到所有光照照进来 然后就跟人家说 我们就要买这个小区的 你出来一套你就给我看 我们其实最早找设计师的时候 因为我们经常去杭州玩 然后就有一些很喜欢去的 比如说咖啡馆 民宿 然后很偶然地发现说 我们经常去的这些地方 其实是一个设计师设计的 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审美 大学就喜欢那种清水混凝土 然后开放空间 然后玻璃的那个大的玻璃 然后金属的这种小的东西 正好住那几个地方 都是这个路子里面的 所以其实还是费了一些周折 才找到这个设计师的联系方式 然后他其实本来也是不做家装的 他是做工装的 他来看的这个空间 觉得就是说这里边有很多想象空间 可以去发挥的地方 所以就答应说来帮我们做 因为我们俩喜欢挤在一起 如果比如我在这儿 他在书房里面 我可能就会觉得很不舒服 所以我就非要把它拉出来 其实一个空间 它应该不是按照功能来划分的 而是按照说 你想在这个空间里面 有什么样的感觉 那你可以什么事情都能做 我觉得就是当时 其实从设计的角度 没有去想说 有严格的功能分区 我是觉得要不是有厕所 我把所有的枪都搬 我们结构上是一个整层 加两个半层这样的结构 那从大的这个区分来讲 我觉得一楼是公用空间比较多 然后二楼的话 是一个半开放的一个书房 加一个卧室 然后三楼其实就是一个卧室 但我们家其实大的东西 基本上都简单 所以就是硬装什么都简单 就尽量用单一的颜色 但小的东西有些 反而就是很繁复的东西 楼梯我们就说做得薄一点细 尽量薄一点细 对 楼梯其实最早是在一张图上看到的 为什么当初会喜欢这张图片上的楼梯 就是因为它给人感觉很纤细 很通透 所以其实家里面所有的东西 我们都希望可以有光透过去的这种通透感 就拿一个设计师看 他就说 他说这样可以做 但是他说你要先想好 就是这么细的一个楼梯 你踩在上面它肯定会晃 你要确定你们没有恐高 他说我可以保证这个楼梯不会掉下来 但是我不能保证这个楼梯不摇 然后二楼主要是有书架 就是大部分一些书各在二楼 然后还有就是平时有很多小东西 其实可能放在一楼的这个空间会太碎 所以有很多是把它就放了一个书架的话 就把这个小东西堆在上面 书房这里其实就是一个半开放的这个书房的话 其实也是想说它透过栏杆就可以看到下面的客厅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存在一个客厅跟书房之间一个交流的一个通道 我们二楼有一个客卧 这个大部分时候就是父母来住 然后或者是有朋友来的时候可以住 我们的卧室的格局相对来说比较奇怪一点 就是如果看平面图的话 其实会看到床是放在房间的正当中的 但是床肯定背后什么都不靠是比较奇怪的 所以床背后是放了一个大概一米二高的一个矮墙 然后矮墙背后是一张桌子 其实从功能上来讲应该就是一个树桌间化妆桌吧 床的背后就有两个门 其实都是通向卫生间 卫生间正中间有一个浴缸 所以就是说从格局上来讲 就很多东西都放在正中间 而且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左右对称的 设计两个门其实都是通向同一个空间 就是想整个空间会显得更加通透一些 觉得是牺牲了很多功能区 因为其实像衣帽间的话 我觉得应该每个女生都想有自己的一个衣帽间 恨不得就坐在一个房间里面环绕就是所有 就是鞋子 衣服 但是一旦你隔出来一个衣帽间 你就需要有一个单独的空间在那边 所以就想说其实如果做一个长长的衣柜 就让它靠在墙上 然后它就是白色 其实本身存在感不是特别强 觉得反正自己住 我觉得自己舒服就可以 所以没有太多这种刻板的这种印象 你觉得你没有衣帽间的需求对吗 这是很正常的 没有什么小话 比较喜欢的家居形态或者说生活状态就比较随意吧 对 因为我觉得我们可能都属于比较自由散漫的人 就是不愿意有太多的限制 其实不愿意有太多的条条框框的东西在那里 所以其实自己高兴就好 对不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收听 从前六轮订和设计的进行 收听 个前方